OK 那我们接下来聊聊全新的Apple Watch S9还有Ultra 2 其实这一次Apple Watch的升级呢 也没有非常重大的亮点 主要也都是一些小功能的更新 那我们还是简单过一下 那首先就是Apple Watch的芯片了 这一次更新到了S9 SIP这个芯片 全新的芯片可以提高Apple Watch网络的连接性能 也可以提升Siri在本地的处理速度 结合即将迎来正式版更新的WatchOS 10系统 像Nedrop 寻找iPhone 包括HomePod的连接 那这些功能呢都会在S9上面实现 我现在佩戴的这一款是去年最新的S8的Watch 那它跟S9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的最高亮度只有1000尼特 那最新的S9呢它可以来到2000尼特 也就是说你在户外强光下使用 它会更加的友好 另外一个小功能苹果有在发布会上重点描述的 就是这个双指点按的这个交互 如果你现在右手握着一杯咖啡 然后这个时候有来电的话 你现在只需要双指一按 然后你就可以接听这个来电 当你通话结束之后 你再双指点击就可以拒绝这个来电 其实Apple Watch一直都是支持这种手势的交互操作 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的教程视频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支持的这种交互还是不少的 所以这一次的双指点按操作 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只能说苹果觉得用户在某种场景下 特别需要这个东西来实现一些快捷的操作 所以总的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小打小刀的更新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R9第二代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可以跟S9对比一下 首先其实在表盘上 其实两款都没什么变化 都是一个4145一个是49和去年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可选烫中和表款组合 也就是苹果一个2023年零烫计划了 就是苹果通过在物流上 在这个制造的材料上 比如说Apple Watch的表带啊 它的边框这些 它尽量去减少这个烫的排放 然后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全供应链实现零烫 那这个2030零烫计划呢 也是在昨天网上发布会比较重点讲的一个部分 苹果为此还拍了一个非常幽默的短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就是显示屏的区别了 主要是在峰值亮度这边 那S9呢可以达到2000尼特 Archia 2呢可以3000尼特 那现在在售的S1呢只有到1000尼特这样子 芯片方面呢 S9和Archia 2是同一款都是SIP的芯片 那也都是支持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手势的交互 那这些参数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安全方面的小差别就是Archia 2多了一个紧敌的提醒 那我们S9是没有的 这个跟去年的应该是一样的 那防水性能上Archia 2可以做到极限100米 那S9呢只有50米这也是跟去年差不多的 因为Archia的定位就是比较极限嘛 对吧包括是否可以支持高速的水上运动 还有支持这个潜水等等 然后接下来一个比较大的不同链就是续航上了 Archia的续航基本上就是S9的两倍 这也是跟去年S8系列是差不多的 那其他的地方跟去年一样也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没有特别明显的更新 那材质上去年一样的Archia是钛金属 然后S9的标准榜呢是有铝合金还有不锈钢的选择 所以总的来讲Apple Watch 就上一代没有非常明显的更新 甚至比iPhone的这种更新幅度还来得小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手持S8的话 是没有什么必要更新到S9的 除非你想更新到Archia系列 那可以考虑一下最新的Archia 2 好了 这就是苹果今年的发布会带来了主要的两个产品更新 一个是iPhone15系列的机型 一个是Apple Watch 那当然他们也提了一嘴说 像Vision Pro啊是明年初期会上线 这个是不会割 然后AirPods Pro第二代的充电接口 也将从Lightning更新到C口 OK 那以上就是苹果今年秋季发布会带来一些新品了 所以你会更新到iPhone15系列 或是最新的Apple Watch系列吗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 这是AirPods Te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